大家好,歡迎來到今晚的直播,大家晚上好 好,現在先試一下咪高峰 看看咪高峰可不可以 試一下咪高峰 聽到聲音的話,麻煩加四 四位都聽到 好,先講講我們今天的話題 首先要講講一些關於奧運的更新 因為這期大家都喜歡看奧運 我自己也不例外,很喜歡看奧運 尤其有幾個賽事我們要講講 第一就是關於中國的游泳隊 昨天又創佳職 另外也要講一下網球 因為史上來說 很少中國人能夠做到 在大型的賽事裡面贏得金牌 因為這也是給歐美壟斷的運動 這兩個除了網球 和我們剛剛贏了的四成一百米接力 都是給歐美壟斷的項目 沒錯 一定要講 所以今天會重點講一下這兩個項目 當然不少得的 就是當我們的運動員拿到佳職 西方的野蠻手段窮追猛打就更加醜陋 那也要講一下 然後順便也爆 爆就是關於這個藥檢之家 現在就變成了國際奧委和美國奧委的商爭 他們準備要打餐跑了 大家在互相片 但是也爆了一個消息出來 就是美國這個第一大藥國 其實從來是怎樣亂吃藥 用藥之國 對 原來從來都沒有合格過的 加上就是我們上一集說過 什麼叫紫色效應 那今天就進一步和大家分析 很多網友說 就是臉充血嗎 不是的 真的是紫色 那今天就會和大家去 給大家見識一下 什麼叫紫薯 臉是紫色 人也是紫色的 紫薯效應 然後我們也會講一下 我們今天的主題 主題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經歷了在這個上午 或者是現在來講 一轉頭美國就開始了 這樣的時間 全球大崩潰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在大崩盤的時間來講 有些東西都會升 那在升什麼呢 原來是人民幣的暴漲 這個時間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大概幾個月前 格制曾經說的那些 就是說到 看美國什麼時候死的言論 是 連同那些小弟 例如日本 韓國 這些 都會跟著被他們收割 還要是 在美國還沒死之前 他們就會先死 那如今來說 都叫做應驗了些 其實是未應驗的 就是 未應面曬 對 未應面曬 但是就開始看到苗頭 開始 那我當時就說 很多種種的原因 都是 中美背後的一些 金融的暗戰 為什麼香港股票 或者港股 大陸股市 不升 但是美國那邊 或者日本 韓國那裡 就好像開派對那樣呢 那當時當然 沒有人相信我這個說法 因為畢竟來說 這些都是很背後的事情 也都不是那麼明面見到的 那一會兒 我們就會再到 去到說一下 因為現在都有一些訊號 給大家看到 所以一會兒 就可以來到去 再跟大家 形象化一點去說 因為你不見到 都事實理是不會去到 理解 或者不會去關心 那面對著這樣的 情形底下 究竟 喂 我們自己說 切身自己了 有些什麼可以保障到 我們自己呢 那同一時間 也都會去到 分享一下 那還有的就是 如果有時間 我們就會再說幾件 第一就是 關於印度 生產的iPhone 他現在就 不可以當 嗯 打算 iPhone就 搬到印度生產 但是呢 現在 都不可以 不面對現實了 就是要將部分的訂單 切出印度 就轉回中國那裡生產 是 除了叫技術欠佳之外 聽說還有一種菌 是的 我們稍後 有時間就會說這件事 嗯 連同賣呢 還有一件關於我們本地香港的 就是 房署兩年裏面 就收回5000個 濫用公屋的單位 而且呢 不知道是不是有看新潮文 就是說到 其中一招很簡單 就是在這個停車場看看 即公屋的停車場看看 看看有沒有一些 不符合到 公屋的一些人士的身份資格 所停泊到的名車其實呢 是很容易 找到一些端藝的 那麼我們現在呢 他就這樣做了 即房署會這樣做了 去巡查 停車場有沒有名車停泊 那麼我們稍後 有時間都會說這件事 或者一開始就先說這件事 那麼節目開始之前呢 我們繼續做一些呼籲先 新潮文在九月搞的內蒙古之旅 就會九月十四日出發的 那麼現在呢 旅行社那邊又跟我說 只剩下五個位 之前剩下十個 現在剩下五個 所以呢 這個是最後召集裡面之中的最後召集 那麼這五個位呢 可能今晚都會沒有了 那麼所以呢 大家請放在最後的機會 就WhatsApp過去 加八五二 六八二八 七四四七 再說一次是 加八五二 六八二八 七四四七 就聯絡潘小姐報名 那麼這次行程相當好玩 我最期待的呢 就是那個 一起登月那個 就是在內蒙古某個山莫 某個火山口那裏 一起辦登月的那個項目的 我自己是最期待的 那麼看這條片的 最後二十分鐘呢 也都會有個行程介紹的 那麼真的要快點看完 就快點報啦 因為我不擔保呢 即今晚之後還有沒有位的 OK 因為在那裏登月和燈火星呢 都是真的 如果國際標準說是真的 就是真的 是的 那麼我們都一起可以 那麼多人一起 一次過登陸月球和火星 沒錯 那麼好了 那我們就先來熱一下 先吧 不如說一下一些本地的東西 再慢慢由奧運 再到我們的主題 那麼 之前都想說這件事的了 就是呢 防署在過去兩年 都收回總共五千個 藍用公屋的單位 那麼其實呢 五千個這樣計 數量都很多了 即如果你加加起來 五千個 他的總數 已經整條村那麼多了 大概是一個 中型公屋屋村的單 即數量的總和 你想想一個單位 你最少住兩個人 如果拉雲來計 兩至三個人 那你想想 那是一萬多兩萬人 有一萬五個人 對 就會 即是叫做 沒得住公屋 收回他們 濫用的公屋 一萬五個人 如果你放在私人的市場 都等於整個屋苑 是的 是的 那這裡呢 就大概涉及到 五十億公帑 是的 那收回的單位 一般都是一些 比較已經是成熟的地區 例如是很多 都是一些 即是已經建了 差不多年份的公屋單位 即是說 他被濫用的年份 也差不多 嗯 就不是那些新建的公屋 剛剛入伙的那些 譬如是濫用的 即是霸了很久 是的 霸了一段時間 還有一些 在市區的 即是那些所謂的 比美到私人樓的公屋 即是市區中心的 那些 CBD 是因為他們 是否建得早 因為他們 建得早 多數都是因為 建得早 以前 就沒有說 新界發展得那麼多 是的 那很多時候 一些公屋 尤其是公屋王 公屋王 是的 這個地點真的 都挺漂亮的 炒熊村 是的 喂 喂 我們天后好像也有個 超級公屋王 那個 你對面海 天后那個半山 那個 豪渣旁邊那裡 那些是 那個是 麗德村 那個是不是公屋 那個是公屋 那個房協的 那裡不算是公屋王 不算 公屋王一定是說那些 你平民 一定是坐地鐵 地鐵站上 是的 接觸到那些才算的 或者以前 交通四通把達 沒錯 以前來北角村也算的 對面海界有人說 華富村 都是公屋王 那會看到海景 有海景有成這樣 都是局景很漂亮 是的 因為就很方便 是的 地點很方便 通常都叫公屋王 我記得聽人說 華富村 或者那些地方 以前有些人 在那裡住公屋 然後就發達 但是要保持著自己的風水屋 因為他覺得是他家裡的命脈 龍脈所在 是不是某一套戲的情節 你說六鼎 不是六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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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在說有一幕 就是不知道哪一套戲 我記得那一套戲 是劉特華做的 他說 幸好那時候沒有退一套公屋 只是戲而已 是 牛頭角夏村 不知道是誰 他說什麼 風山水起之後就不行 幸好現在也有一套公屋 住 那間大屋就要搬走了 但是那間屋 那套戲說 是他媽媽的名字 牛頭角夏村 算是什麼級別的公屋 都是公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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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牛頭角 就是牛頭角夏村 但是那裡的位置 來講 說真的那句 真的住開有感情 我也知道有些朋友 是住牛頭角夏村的以前 滴落的 以前都經常去 這些是交通方便 以及市區 對不對 最重要 這次就是不同說法 有些人說 回收了五千個濫用的公屋 就是這次房主做到事 但是有些人又說 什麼做到事 就是過去一直以來 都沒有做事 都沒有做到事 不是做到事 是應做的事 現在才做 那現在進一步的行動 好像 就是我們之前 新潮民報道過 不知道他是不是看了新潮民 就說我們經常去 有時候去吃宵夜 晚上去宵夜 有很多超跑 會看到一些 分享一下 大家都可以 你那個 看到超跑的屋邨 我也不怕開名 叫德朗村 德朗村 不算是多超跑 哪裏最多超跑呢 那家屋邨 南昌 南昌 匯駛 因為匯駛很貴 南昌站上蓋 對面那條村 就是最多超跑的 麥拿倫都有 達拉里麥拿倫 林寶堅尼 這裏有個衍生出一個什麼問題 我自身是一個公屋居民 公屋停車場 本來有一個項目的 你可以解釋一下 你首先 你是那間公屋 有你的名字 你去申請 你同時是車主 你去申請那個車位 你先排行的 其次就是 你的直系親屬 譬如我這樣 我哥哥結婚搬出去 但是 我家裡的車是他買的 但是他這架車是為了 我爸爸出入 老人家方便 這樣買的 當然放在我們那裡用的 很正常 但是這個 主要是第二個主要 你那些超跑 車主和他的住戶 完全沒有親戚 那是什麼因由呢 這裡就衍生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那些網上 說我有一個車位 他在屋邨車位 我出租 那些人看到 就去聯絡他 去出租 那麼就把那裡的 那個超跑 停在一個便宜的停車場 那裡濫用了 這個屋邨停車場 即是租上租 那些是買的 買的 即是用錢買回來的方便 買他的權利 例如一年給你多少錢 那些月租是車主交回來的 那我就試過什麼呢 我自己是屋邨的那個租戶 我的車是我哥哥的名字 但是我不夠那些人欠我的位 這個便不公平 嗯 是的 這個是不公平的地方 因為他有時候 停車場 他不一定是房署管轄的 他是外判出去的 你有幾家外判公司 他不理你那麼多 你誰入籍申請快呢 有時候他就會 鬥快 是的鬥快 是的 所以造成某些村子 有這些超跑 其實有幾個因素 第一 好像你所說 有些外不是半村的 所謂買了一些option 然後就來到去 因為今天說金融 然後就買了一個權利回來 車位也有奇蹟 就拿到這個 涉及了一些商業玩法 譬如這輛車 這輛是拉里 有安排的 但伙伴去查他 這輛是四五八 四五八 真的超跑款 這輛車有機會 車主不是一個人 他是一間公司 他一間公司 再把公屋居民 這個玩法是最高的 公屋居民的名字 放入公司股東 董事 他是一間公司的車 我為何不可以停這裏 最厲害是這裏 很多玩法 是的 亦都有一樣 即不是擺得超跑 一定是懶夢公屋 好像剛才所說 有些都不是自己的村子 有些是借公司的名字 有些可能他這個公屋 就很多年前買了 那這些都沒有限制 是不是 但是可以往這個跡象方面 開始調查 是的 但是你起碼有些端危 可以看到 當中有沒有人涉及到 這個違規 是不是 除了濫用公屋 或者找一些法律 去從中得益 是的 當中都可以找到端危 不是說一定 他擺得超跑的人 就一定是 是懶夢公屋的 即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剛才所說 很多東西 形式式 現在這個停車場 應該是何文田 是的 這個環形停車場 這樣你也 是的 這個也是一個 屬於叫做富貴村 某程度上 有時候有些朋友 其實是這樣的 的而且確 我住在我們香港屋邨的人 真的餓苦藏農 尤其是以前的年代 對不對 很多社會名人 明星 醫生律師 他小時候都很窮 都是屋邨大 真是屋邨大的 真是屋邨 出人頭地出來的 剛才有人說 阿一 阿一鮑魚 一哥都是在彩虹邨出來 彩虹邨很多有錢人 很多 你過年年三十晚 去看看那條村 很多賓士寶馬 是的 所以阿一 一哥 離開了 R.I.P. 我很尊敬他 大家還有沒有興趣 吃一哥鮑魚 有的話 我認識的大弟子 不過很難請出山 但如果大家有誠意 可以請他出山 為大家 吃鮑魚宴 我也想吃 是的 還有 例如 尤其以前 在港車北上之前 那些大陸牌很貴 我講的是中港車牌 兩地牌 是的 通常 雖然那個車不是很漂亮 但是 在車牌下面 又有車牌 有很多 這個不可以作為準則 我知道 有這樣的跡象 因為有些可能是 政協 或者那些拿回來 就算這輛車不是政協 是買回來也好 他連牌也買 都有分三牌和死牌 死牌那些 那輛車是不可以換 就是那個牌 不可以跟另外一輛車 是 因為它就會沒有 所以要連舊車一起買 那些很便宜 可能兩三萬 車價的車都會有 是 三牌就比較貴 但是如果 是因為 以前 投資內地配到某個金額 而獲得這個牌 那個人肯定就過硬了 就是標準 都可以 有這樣的蛛絲馬跡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 其實 停車場 可以看到很多事情 就是 我自己覺得 如果用車來衡量公屋 那個住戶 會否超出入息標準的話 未必是這麼合適 或者他有沒有濫用公屋 因為我們最重要是查 有沒有人濫用公屋 其實 你沒有說 我看他賺得多錢 我就不讓他住公屋 或者他賺得多錢 最近賺得多 這兩年賺得多 但是他沒有能力買樓 因為你一層樓 你講到幾百萬 可以對於我們本身住公屋的人士來說 但是怎樣去衡量 他有沒有濫用公屋 以前政府有一套方法 就是查他的水電煤 你四人屋 你用電量 用水量 用煤氣量 你不合乎一個四人用量 你可能你只是一個月 你可能開過幾天電 那那個人一定是濫用公屋 你整兩個星期不在家 就是這樣 譬如當你有一個二人單位 這樣算 其實濫用的意思 也有那個資產限制 當你過了某個位 連雙倍租金 三倍租金都已經不是 的時候 你一定有一個遷出那個 資產的上限 你過了 那些都算是濫用的 譬如當你兩人單位 這樣算 就是好像這架 雖然這架四五百 就已經跌了 現在大概市價 都是百多萬 即二手架這樣算 但如果看你怎樣估值 如果你估值的時間 你是拿他 買回來的現價 他一來就三四百萬 其實我想他一架車 就已經可以打爆標 就是這樣算 那你說他就等同是濫用公屋 當然 要查濫用公屋 好像我們所說 有很多方法 不論是 從一些水電煤錶 或者是一些停車場 拍的車 或者去檢查這個人 有沒有回家 或者看看去大陸有沒有樓 輸如此類的 或者外地有沒有樓 有沒有隱瞞資產 很多很多方法 但是 現在看到的跡進就是 防署方面都頗積極的 這個有抵贊的 最近我就跟一些資深的前輩聊天 爆個消息給大家聽 就是 剛才說到一個話題 就是 防署現在收回5000個單位 做到事 跟著另一個說法 就是 做到事 是一直以來沒有做事才對 為什麼一直以來防署沒有做事 據說 就是 有個政黨施壓底下 因為那個政黨是極度需要供屋票的 所以就令到一直以來沒有做事 而這個政黨 我當然就不會說名字 但是可以告訴大家 是建制這邊的 那我不說誰了 意思就是 民主選舉 一人一票 這個就當然了 因為 很老實說 因為 為了票 你是玩得這個遊戲的話 那個遊戲方式不會太大分別 很老實說 如果你是某個政黨 你當然要盡量爭取選票 因為你就不玩這個遊戲 對吧 那你做這些事情的時間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現在 這些所謂的民主制度 是時候來過大檢討 這樣的時間 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是真的 因為你玩得這個遊戲 是你打算一定要去 千方百計 拉攏不同的票員 例如拉攏 什麼 同多跨的票員 當然那個政黨很聰明 立刻就已經 哎 我的這份 霸出山頭 然後呢 又要霸 現在我看到他有個跡象 好像 其實都不是現在的了 不過我現在才看到 一向就霸開專業人士 然後再霸卸 體育界 我也看到 他特別對年青 海龜 那些專業人士 特別有興趣 是的 所以 那個 不過我不是在說他 這個不是他 不是他 不是他 不過公屋這個是另外一個 公屋另外一份 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山頭 那一份太能力了 如果我開名 我想我會被迫 應該這樣說 哈哈哈哈 我們呢 沒有100%的事實 根據我們不說 因為會惹上這些官非 又對 又對 這個是法律層面上 補我們自己 無論你是在這裡霸人也好 同當誇也好 為了自己的票倉 就不管民生這件事 都是劣質民主 其實這些事情要來做什麼 劣質民主 今年2024年 有一部好戲上話 就叫做美國崩壞 大家應該會看得到的了 年尾特別好看 我覺得其實 某個價位的大陸樓 就應該放鬆一下 老實說 當我買了50萬的中山樓 這樣算 其實說真的 我也是沒什麼水 有時候 都要回去住一下 但你跟香港完全不可以斷來往 這個人之常情 大家不要用情緒去說 你想想 我也是兩邊走 又不是太有錢 其實說真的 那些都是基層 慢慢接近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在某個價位的大陸樓 可以是 叫做有少少例外 都可以 就是我自己這樣看 不代表全部的 因為 喂 我當我買50萬 中山或珠海樓 這樣算 對不對 那我生活 說真的 都窄窄地 除非 我很久都沒有回來 或者怎樣 對不對 都已經完全 都不在香港住 還有一些 那些是二十年前 可能已經上去深圳買樓 那你二十年後 深圳那間樓當然升值 但是別人 十幾二十年前買的 不過那個發財了 應該 升值或升值 他沒有幫出去 他始終沒有賺到那塊錢 這個我就 人家很多拿來自住的 我自己就兩看 因為他畢竟 真的當 譬如當福田 買了個樓 其實都很貴的 現在都可以去到 應該有 有能力去到 就是置業的 就是在香港 所以呢 便宜價的大陸樓 我覺得可以去 就是大家想想 還有看他那個土地的用途 大陸有些叫窄基地 他本身不是商業樓 那些是屬於 可能家族流下來的 那些產業 那些應該不納入 那個祖屋那些 祖屋那些 那些什麼村 因為你也知道 很多時候那些 太公分豬肉 太公分豬肉 然後鄉下有一間 那些 真是 山卡拉 那些祖屋那些 那些又怎樣算 是不是 所以你都不會回去 基本上都 不會怎樣回去 也都不要說回去住 有空回去都算好 那些已經 那 所以都可以去到想一下 那麼我們先講一下下個話題 先講一下奧運先 然後我們就進入 我們今天的金融主題 奧運方面 因為這陣子都上了癮 看奧運 那所以有很多事情想說 那第一呢 就是想說一下我們的中國游泳隊 第二呢 亦都想提一下這個網球女選手 我有沒有讀錯叫鄭 陰文 是 陰文 因為為什麼想特別說他們呢 第一呢 我們中國游泳隊 受到很強大的打壓 在頂著壓力下呢 就打破了這個美國隊 四十年的壟斷 就贏得了昨天的 男子四乘一百的混合泳 那另外呢 我們之前說過的 自由泳新星 潘展諾 是 昨天我們看著他 哇 很厲害啊 他的表現 竟然呢 在這個落後的情形底下呢 就追上來了 哇 還要贏半個身位 是的 通常那些四乘一百 不論是跑步摺力也好 游泳摺力也好 最精彩那一下呢 就是你第三棒落後了 跟著第四棒那個人 爆上來 是的 爆上來 砰砰砰砰砰 再追上那一下 他本來第一個五十米的時候 潘展諾落水 都還是法國那位選手領先 接著到他回了堂之後 那一回堂 轉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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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堂 接著到美國那個人上去 接著開始看到潘展諾 哇 發力了 0千多了 接著變回leader 那一刻真的很震撼 是的 轉了堂 這個有戰略的 最厲害的留在最後 是的 順帶一提 講開那個比賽 頭一二棒 我們中國隊 都是領先的 領先的 但是為什麼第三棒 他會 掉後了 即是跌勢的時候 是的 即是跌勢 那一下呢 其實不知道大家知道 不知道 因為第三棒的選手 其實本來不是派這位選手 是另一位 那位是正選來的 嗯 是的 那為什麼沒有派呢 因為他病了 是的 他病了不能夠上場 所以呢 就因為我們國家隊 都很多後備 對不對 那就派了一個後備隊員上陣 那這位後備隊員呢 在國內的成績呢 就不是No.1 當然正選那位才是 他是No.2 No.3 就是我們其實贏了半球 可以這樣說 是的 雖然 他說就說後備 但是當然都是好手 當然有實力的 當然有實力的 但是就不是最好的那個 不過他也算是這樣的 至少 他由第三棒的時間 都不是叫做大幅落後 都頂到一下 不愧都是我們 國內的好手 據問他的成績是 在國內排第三 對 潘建律 就是第三位 厲害 20歲前 可以拿兩個金牌 是的 第一個就是 我們上集說過 100米自由 破紀錄 100米自由式 哪下了 是好的 我自認也不是好的 他有個創舉 那些 不要說了 那些創舉 單手游水的創舉 是的 那些 因為要練救人 單手所以 因為以前 小時候都在南華會操水 那時候很小時候就操水了 然後 後來沒有 不知道什麼事 可能延遠 我記得是 沒有去 然後 有時候暑假都會報那些 游泳班 去到 就是當興趣班 玩一下 但是那些對於我來說 是 太 低 水平 是的 那時候我 十歲左右 那些 教練覺得我很囂張 因為我操開那些 真的跟別人比賽那些操 雖然我那時候 這麼小 但是是他們的預備隊 是的 但是在我旁邊幾條線 那些就是港隊的人 就是幾條線 厲害 是的 因為當時我小時候 然後 他說 喂 年輕人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很厲害 我其實沒有什麼意思 我只是想去玩 然後 他就罰我 他說 你單手 你單手 游泳 然後就 游就游 很簡單 然後他說 你這麼厲害 那你試試兩隻手都不用 這樣就游 然後就兩隻手 就游 對 你試試 你手腳都不用 是的 真的 到後尾 你知道 對腳很厲害 你試試 手腳伸也不用 然後我就很記得 那個來回 我的手是放在後面 游泳的 是的 像海豚一樣 其實拿個刀式腳 這樣游 這樣撐一下撐一下 都游到的 是的 沒有什麼問題的 這個是個題外話 是的 但是後到尾 我去到中學的時候 我喜歡了其他運動 喜歡打籃球 踢足球 其實還沒有踢足球 其實還沒有踢足球 也喜歡 後到尾 喜歡打拳 覺得這些 很刺激 這些 很刺激 還有有個 怎麼說呢 有個搏翼的成分 在裡面 其實游泳也是刺激的 但是 我的身形不高 所以 這裡是 是吃虧的 你見 那些游泳 都高高大大的 手長 去滑水 去水那一下 就滑得快 是的 我知道你上一集想說的 就是你講你打拳的經歷 因為以你的磅數 以前拳館 就經常找些 可能磅數跟你相約 或者重磅過你的女拳手 就跟你猜拳 那即使是別人重過你 或者大份過你的女性 在力度上 根本跟你是天淵之別 你想說的 是的 因為我們上集 不是說有個 變性人的拳手 是的 現在很多 就是參與一些 女子組的 運動項目 去拿牌 雖然說 她自己說 她的認知上 是一個女子 認知 但是她的生理結構 都是一名男子 來的 響當當的男子 雖然 她們大家都 好像那場比賽 都是66公斤的級別 體重是一樣的 但是其實力度差很遠的 你的經歷是怎樣 我沒試過和女人試巴零 我不知道感覺 是的 因為我小小一點 生得輕一點 所以很多時候 你也知道 有些女生出去比賽 那跟男生打得最好 因為如果男生能夠頂得 的話 她出去比賽 就會好很多 但是又不能夠教我 那麼重磅 給她 那就配了我 給她 就是在拳館自己管 那些 然後 其實力度差很遠 我實在大力太多了 所以我都要奏著她 縱使她拳如雨下 打我 我也是笑笑口 對著她 原因是怎樣 為什麼 我看過很多這樣的研究 其實一個 現在說的變性 中途出家 現在她揮刀子公 變成一個女性 當她公了 當她公了 因為她要檢查她那個 但她沒有過關 對 即是那個數字 高遠數是可以說的 她可以說的 要檢查高遠數 紅激數 如果低到一個水平 就是當她是女性 現在最流行的 但是原來很多研究發現 如果她本身是男性 而過了青春期之後 才轉變出家的話 其實她的骨落 和肌肉 那個fiber 那個韌性 跟男性 沒有什麼分別 就算之後 即是減了高遠數 其實她跟男性 是沒有分別 即是在肌肉密度 肌肉密度 硬性 主要是這個 所以她是很容易贏到女性 關節 microfiber 那些很多 即是那些 以前那些公公 那些年輕人出家做公公的話 她是比較困難的 如果你長大一點 是呀 臨腦才來 是呀 那些鬚筋 為什麼不可以鬚筋 還不可以鬚筋 還不可以鬚筋 那麼突破 那些武功特別高強 所以 海大褲來的 就是 是差很遠的 真的 即是 即是當那名 即是跟她訓練的女子拳手 那你也要遷就一下 人家是女子 真的 是的 那麼 一直打你的時間 真的 我純粹擋 我也是非常輕鬆的 不過是去到某些位置的時間 是時候要給一些教訓 你看一下 然後呢 是很輕易的 就可以將她 就是打到牆角 是很容易到不得了的 所以我就是想說一個原因 就是說 就是說 即使那個女子 是比較男性化的女子 也好 是沒有關係的 這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男女之別 尤其是 以打拳來說 分別是很大的 是的 那其他運動項目 如果你知道哪些是男女分別都很大 還是你都可以告訴我們 的留言 當然有些可能沒什麼分別 我想 例如 桌球那些應該沒什麼分別 或者 射擊 對 射擊 桌球 那些 那有些方面一定是有劣勢 例如跳水那些 那些 應該是有優勢 就是男轉女就比較難跳 是啊 所以西方那邊的駁斥 不是我們華人世界說 就是說 都對女兒身比較有好處的 那些體育項目 這些跨性人就不會出來 適當的時候就會縮起來 去到打拳 舉重這些跨性人就會出來 咦 那可能將來反過來 可能有些跳水的 又變了女變男 那是不是有好處 可能會 水花比較低 是的 的確 有些跨性人他們很有骨氣 例如說 他們在打拳場上面 如果他自己真的是女兒身 但是我已經自己 製造了變成男子了 那我真的光明正大地打男人拳 輸了我也不會賴 有些人是有骨氣的 有些人很沒有骨氣 這個世界大部分 都自私自利 沒有骨氣為主 你說起泰國很多 就算他變成女兒身 他都會打回男的 是嗎 很多 那他們真的可以抽得一點 他們就有骨氣了 他不會跑去打女人賽事 會轉打排球 到時候有個名詞 部份有個項目 騎一些小輪車 到時候有個名詞 太監騎小輪車 我回到這個四成一百米 因為這個混接真是一個歷史經典 就是打破了美國四十年的壟斷 就是過去四十年連續十屆 都是美國四成一百米接力 美國贏的 但其實嚴格來說不止 嚴格來說是隨時六十年的壟斷 為什麼呢 這個四成一百米的混接 就是在1960年開始在奧運裡有的 但是唯一 十幾年才參加 是 唯一有一屆 就是由1960年開始 一直都是美國對橫掃的 幾十年都是 唯一有一屆 就是1980年澳洲 所以澳洲贏了 那屆在莫斯科 但是為什麼那屆 美國會輸到呢 因為他根本沒有參加 因為1980年他抵制蘇聯 所以就不去莫斯科參加奧運會 所以澳洲才贏了 所以如果不算那屆的話 美國是六十幾年橫掃的 這個項目 但是 這個世界進入了2024年的 百年未見的局面 所有東西 所有過去美國壟斷的東西都會改變 美元霸權 美國中東勢力 自由民主顏色革命 這些全部都會改變 包括運動競技 我們都看到 過去六十年都是美國壟斷的東西 現在被我們中國打破了 我現在有一個方法去自保 我昨天看這個ESPN的獎牌賽 現在美國是第一名的 這個 因為他很賤格 他總數多的時候就出總數量 他反超前的時候就先出金牌榜 現在他們自己美國人都笑 從來都是看金牌的 為什麼ESPN要這麼做 總之我們現在再看看 這個獎牌榜 就是這一刻來講 就是現在我們正在做直播的這一刻 中國是領先的 現在有二十一個金牌的 更新了 之前美國 現在中國有二十一個 美國十九個 之前美國十九個 中國十八個的時候 他就先出金牌 那個我們留一天會講的 關於那個 是的 就找日詳細一點和大家講 那好了 我們就繼續說那個游泳比賽 四乘一百 之前潘展諾未破紀錄的時候 就是在一百米未破紀錄的時候 我們都經常說 在奧運場上我們當然想得很美好 但其實私底下發生很多事 例如就是說 在這個游泳項目上面 潘展諾曾經被人看不起 甚至乎說到 不是說看不起 是直接看不起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可以放回一張照片給大家看看 這張照片好像很亂 其實是一條視頻 折錄出來的句子 裡面就是說到潘展諾 在當時初賽的時候的階段 就想和一個榮首 一個美國的榮首 打個招呼這樣說 打個老招 打個老招 什麼正常的 見面打老招 對嗎 對 因為其實以前都認識的 他們 都是認識的 是的 那麼他就說 其實是拿了 拿了牌的時候 才會說 才會說回頭 他就說 他跟這個 查爾莫斯打招呼的時間 他就一點都不理我 包括美國隊的阿雷克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教練在岸上面 即是教練在岸上面看著 他那個美國隊的那個人 就是故意來做些水花 即是淺島 在岸上面的教練 他當時說 給他的感覺就是 有沒有搞錯 這樣 是的 而當時 他還沒拿牌的 也還沒破世界紀錄 喂 你小時候沒有這樣 切那些興趣的教練 是嗎 沒有 沒有 美國隊的那個風氣 沒有這樣的事 美國隊的一向的風氣 我們自己玩自己 最多就是 練完水之後 因為那時候小時候 在池裏做些水花 自己 自己都可以玩一餐 玩 然後繼續說 他就說 那個感覺有些 不知道怎樣 當時初賽 亦都有一種感覺 就是 好像這些外國的隊伍 覺得他們想過來 即是 即是 黏他們 即是覺得 搏朋友 是的 我需要跟你朋友 這樣的意思 即是那些 外國的隊伍 覺得 我需要跟你朋友 你又不是什麼人 又不是那麼厲害的 即是覺得 有種這樣的感覺 但是呢 現在 他拿了冠軍 還破了世界紀錄 還破了世界紀錄 當堂變了怎樣 今天 終於把他們所有人都拿下了 是的 即是拿下了他們所有人 這個又真的 我終於拿下了這個字 是的 我們看看 之後 他的態度是怎樣 一號那張照片 一號 最出面一號那張 到他拿了冠軍之後呢 我們就會見到 那些人就懶得朋友 立即 裝沒事了 沒事了 先做個自拍吧 但是之前是不跟他打招呼的 這些我在哪裏見過呢 這些嘴唸呢 在政治界見過 經常說 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 這樣 馬上玩辯廉 扮朋友 所以這些國家忙著玩政治 就忘記這個運動的初心 沒錯 表現就會相對順利 還有 說多一點點題外話 就是那個 關於四成一百的游泳比賽 我們第三棒的時候 就落後了 就是落後了 他轉堂回來的時間 蝶泳的選手 就被法國選手 就拋離了一個新位 不知大家有沒有發現 到第四棒潘展樂 跳下水的時間 那一刻 都是外國的選手領先的 即是法國和美國的選手 都領先的 不知大家有沒有看到 當潘展樂 下水游 即是在去那一刻的時候 那你會看到 首先 第一 他跳水距離很遠 到出水的時間 都差不多過了一個池 已經三分之一 即過了一個泳池的三分之一 當時 我們其實也要知道 一件事 跳出去的遠 都很重要 最好到出水的時間 已經接近 去了泳池的三分之一 就對你很有利 你跳得遠 到出水的時間 你撥多兩撥 就已經差不多去到 轉堂了 很有優勢的 這一下是 我曾經 都是苦練 跳遠一點 因為我游不算快 就不如想著 跳遠一點 在水底再滑出來的 那個長度 盡量長一點 去 拿得好一點的成績 因為不用上水呼吸 就快一點 上水呼吸就快一點 然後就會說這個問題 大家有沒有看到 潘展下去的程 或者其他泳手 都是 自由式 自由式 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這樣游 就是四下手一下氣 我們叫做 踢腳也有頻率 哦 四下手一下氣 自由式 但是你看到他去的時間 他好像沒有上來休息 然後回來 就一下手一下氣 我剛剛想說 他進了課後 一下手一下氣 因為前面那一刻 就滑到盡 就是滑他 因為他已經有三分之一 已經是由跳水 再出來的那一刻 已經沒有了三分之一 然後那一刻 他就不斷爆 不斷滑水 沒有出來的頭 我看到 是應該沒有出來的 幾乎 一口氣就游 游到過去 然後到回來的那一刻 大家都一樣 全部泳手都是 一下手一下氣 拼到最後那一刻 但是他 縱使是這樣 都很快 都游得很快 你看到他在後面 慢慢地滑到他的頭 所以其實他那一刻 那個也是很厲害的 即是他每一下手這樣游 那一刻 那一刻的滑水 真的很滑 他的頻率很漂亮 你專業一點 我不會看 我只是很平面地看 都很激動 那一刻上啊上啊 好像馬仔一樣 現在不專業 我以為會輸的 你知不知道我看的時候 我以為一個身位 一秒 沒有了 沒有了 我那一刻就是等他 有奇蹟 那一刻 為什麼他 那一刻他 因為他第一個堂 第一個堂的時候 我看到 快成這樣 可能可以嗎 會不會真的可以 真的好像可以 不過這樣 是的 還有如果大家想學游泳的話 當然你有班 跟你學 不是跟我 千萬不要跟我學 新潮泳班 千萬不要跟我學 我現在不教人 是的 如果你想改善 即你有一定的功底 你又想改善你自己的技術 你不妨看多些奧運 他們那些是最標準的 我說的是你有基本根底 有很多人認為自己都懂得游泳 但其實在我們眼中 是不懂得游 因為那些姿勢都錯了 所以他會變得很吃力 又很吃力 即是很阻碎 是的 人又不去的 有些人 即我們經常會糾正一些朋友 以前教游泳的時候 有些人可以原地不斷游 都是游 都是原地的 你有沒有見過 我見過 很大動作 打了水巴 誰知道沒有動過 是的 即是沒有動過 或者動得很少 那這些朋友 他用了死力去游 而且他的姿勢是錯了 我小時候是這樣的 是嗎 我在我表弟面前 我表演的東西給你看 你可不可以游到這麼大力 但沒有動過 你還可以的 很有氣勢 是的 因為他們的動作和姿勢錯了 是的 其實 例如一些動作是去水那一刻 就是推人出去 有些人就是 他不知道有這個動作 所以游來游去都是那個位 他用了一些力 但其實就是向外邊 不是用來推進的 所以我大概決定 不要游去 正正經驚練這個 正正經驚練排雲掌算 尤其是找個瀑布下面 都是的 我不知道說什麼好 其實很快 他們游得真的 真的嚇死我 我想他們游兩個 他們已經游完兩個 分別這麼大 是的 分別很大 這樣也好 他游完兩個 我才游完一個 都已經算是好的 這樣 你明白嗎 譬如 當他們判展到46秒 游完100米 我46秒 才游到一個堂 其實都已經算是這樣的 這樣 是的 可以差這麼遠 沒錯 還有 身形也很有關係 就是 高大一點 個人 是有優勢的 的確是 那好了 那我們繼續說 不如看看其他 那些 在運動會上面 一些不太好的 歧視 或者是政治的事情 就是這個 講到潘子內 一定帶出來的 就是我們 中國的泳隊 如何被人欺負 是吧 現在根據最新的統計 就是最近國際奧委 有個已經連續五屆 為他效率的加數 就走出來 開始駁斥美國奧委那邊 就說 由一月到如今 由一月到如今 中國23位榮首 是被人總共約檢了600次 總共 那平均每一個人 就是21次 但是如果對比之下 就說 由一月到如今 美國平均每人多少次 剛才中國每人21次 美國6次 澳洲4次 那所以 為什麼現在國際奧委 要走出來開始說話呢 就說 美國根本就 充滿著 方話 根本就是 歪曲事實 和對他們的行為 失望和厭惡 這麼強硬的延遲 因為現在變成C片了 國際奧委和美國奧委在互相片 互相 就是美國 又在野蠻地鬥爭 因為美國 不停運用他們媒體的風波 媒體的力量 不停將2021年 中國榮首那裡 驗到有些少 沒有超標的 是因為他吃的肉 有瘦肉精 所以身上有少少瘦肉精 但是很少而已 遠遠不及這個是超標的 大家都知道瘦肉精從哪裡來的 台灣買很多 在美國那裡 就是美國最喜歡 加這些東西 在粗木業那裡 所以這件事都沒有跟他們計 但是他們就不停拿這件事出來 炒作 我們當然就不會說不跟他計 不如我們現在就計一計 我們最簡單的 就從外表分析 我們現在就看看 這個美國隊 那些我們經常說 變成紫色的 究竟是怎樣的樣子 上一集很多人還以為是 熱那頭的組紅色 不是真的純紫色 讓大家見識一下 好了 就好像 我們會有一個對比的 就是在 比較近一些 2023年 福江200米 雲合泳的決賽 比較一下 這位選手 這位美國的選手 今屆下面那張圖 即我們手指這張圖 就是今屆 2024年的巴黎奧運 並不是組紅色 也不是鏡頭效果 美國現在說鏡頭效果 弄成這樣 這個就是他在福江 游泳賽的樣子 是的 那下面那張呢 還有一個登月牌子 還有一個登月牌子 這個也是攬炒的 也是假的 也是假的 下面看到這個 真的是紫色 可以給大家多看 試隔一年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一會兒會和大家解釋 那個很淺的解釋 為什麼會紫色 還有的 不止一個 一個就說屈他 那我們去下一張圖 好像這位榮手 那樣 真的很紫色 並不是組紅色 是真是紫色 為什麼會這樣呢 好 再去下一張 大家我想看之餘 留意一下 他們不止紫 發現有多少有暗牙 這張比較清楚 為什麼會紫得來會暗牙 和燈不同色的 兩條 他的身不同色 有些就會在手臂後面 就是肩手臂後面 也會紫色 通常在血脈衝得很快的地方 會不會說 其實我塗了太陽油 下了水就變成這樣 光敏感 這張最新的防曬 下一張很清楚 讓大家多看一會 一會兒 轉頭就做些藍泳手 好 都可以轉 現在 那我一直在說 大家在欣賞 他們的美麗的紫色 妖艷的紫色之餘 不止國際奧偉和美國在片 世界反吹谷藥機構 即WADA 也和美國在片 因為美國真的欺人太甚 而WADA最近也爆了出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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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亞裔的 也是 是的 他有亞裔選手 有些入籍 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 這些不能賴 之前說 百人過百而已 這是亞裔 是的 是的 我們有下一張圖 可以增進去 那位亞裔選手 看到嗎 美國實在太 欺人太甚 是的 所以現在這個 WADA 就是世界反吹谷藥機構 和國際奧偉 都同時要和美國在那裡對著幹 是的 這樣看得清楚一點 WADA的代表 WADA的主席 甚至說到 說美國其實這麼久以來 整個運動界 無論是職業 和大學運動界 從來都沒有達過標 在這個 弱檢方面 是的 他們從來都沒有尊重過弱檢 亦都沒有達過標 九成都是造假 即是爆勇了 現在 亦都爆出了 我們新潮民 其實都說了很多年的事情 就是美國整個體育界 都是用這個 用這個 用這個 訓練 和這個 單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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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藥吹谷 有人這樣說 可能他們練了一些神功 就叫紫霞神功 紫霞神功 是華山派的內功心法 是的 是華山派清白江湖的上城內功 來的 初發時 若有若無 敢如雲霞 速徑 極行 鋪天蓋地 誓不可黨 發功之仁 面上會佈滿紫器 故有華山九功第一紫霞神功 華山九功 厲害 紫霞神功 真的這樣說 會不會是這樣 根據這個 道家的學說 五色的氣裡面 最強的氣就是紫器 所以龍就是紫龍為之最貴 還有我們經常說紫器東來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美國可能很想學中國的上城武功 但是他們又沒有我們的皇帝內經 沒有我們的經脈的認知 又敗帝內經 又敗帝內經 所以他們用藥物來做 敗帝內經 他們用自己美國的科學來吹谷出來 就吹谷了另外一個人物出來 讓大家見識一下 人物 現在的奧委會說 滅霸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有可能 接下來他們新辦了奧運 他們在洛杉磯 是的 洛杉磯那個奧運會取消 不讓他搞 同時間東奧 在鹽湖城那裡也不讓他搞 東奧也不讓 東奧也不讓 那其實世界分兩面 不如美國就索性光明正大 假回藥物奧運會 可能還極 這樣可能也很好看的 美國分成兩面 一個東美一個西美 也好 可能今年會分的 會打起來 反正NBA也分東奧西奧 剛才說開這個 那為什麼會紫色呢 有些原因可以解釋給大家聽 先用生活經驗告訴大家 我上集不是說了 我經常看到別人紫色 在外國打拳的時候 那往往出現什麼人 首先 有一幫經常是用這個 用十全大保藥 吹谷狀態的 bodybuilder 健美先生 健美先生 一定要用藥的 對不對 那跟著 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們想打拳 參加打拳比賽 就去到拳館那裡 吹谷 就去到拳館那裡 打拳 那你知道 一直以來做健身 做健身 阿洛蘇華森力加那些大隻佬 那些打不到拳 一打就吸氣了 那他為什麼想參加 他來到打拳 那就是重心肺功能的運動 打拳 打到氣喉氣喘的時候 他身上就會滿布紫色 臉紫色 頭紫色 如果他替光頭的話 頸 胸口 手臂 外圍 全部紫色 不是組紅色 是紫色 接著我發覺 我的經驗統計 就是 但凡他以前有用十全大保藥 接著就不用 然後 然後呢 又或者 他的 cycle 剛剛去到用得少 或者不用的時候 然後要做重的心肺運動 做到自己吸氣 不夠氣 那就會出這隻紫色 那如果他用十全大保藥吹谷 他 好 去到最巔峰狀態的時候 但是不是不夠氣的 不是吸氣的 去到最巔峰狀態 就是 組紅色 就是整塊臉紅了 整身紅了 但是到開始不夠氣的時候 就是 去到盡頭 自己的氣河氣喘 跪下了 那因為你知道 打拳 他們要收身 就是出很多汗收身 拿到最盡 一不夠氣 氣河氣喘 就會出現紫色 還有 大部分出現在白人身上 白人是明顯一點的 有色人長 是難出一些 然後 然後 我現在就用我建的這件事 大家明白嗎 我現在就解釋奧運這件事怎麼來的 其實 用藥不代表你會贏 用藥就只要把你的心肺功能 有外力 用大力 一聲吹谷 但是如果你的訓練過程 是沒有用那種藥來訓練的話 你身體的殼 根本 就是我當你的油勁 你的油勁 但是你根本沒有運動的話 其實是承擇不了的 所以不代表用藥 就代表你贏 我知道他們在玩什麼 他們在玩的就是 所有美國隊一起敵視 敵視華人 敵視中國 中國威嚇論 他們就哀兵心態 就說 我們現在 將會參加2024年的奧運 但是我現在告訴大家 這個2024年的奧運 中國隊那邊是全部 用藥的 你記不記得蘇聯年代的時候 他們做些什麼 所以 他們是很不公平 但是 他們不公平的時候 所以我們都要用 我們就要更加不公平 我們要用更加多 不然怎麼能頂得住他們 所以他們先不遵守運動精神 所以我們都要用 就是玩中國威嚇論 也玩仇視中國 所以這麼多運動員 去到運動場上 都這樣敵視我們中國的運動員之餘 自己再加重藥 其實他這個現象很明顯 正如我剛才所說 是心肺功能不夠協調 即是他那個 他的那個 Cardio 是不可以玩仇 是 這個紫色臉 我偶爾也會看到 就是我女兒哭的時候 不能玩仇 真的認真說 是小嬰兒 睡嬌 一不能玩仇 一哭 一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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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會張開口 但沒有聲音出了 然後臉就變紫 是嗎 是呀 經常都發生的 我理解如果這樣看 就是他真的把那些 血含氧量都去到身體裡 上不回臉 臉就是紫 是呀 是呀 他的那個心肺 因為他的吹谷底下 他的心臟狂跳 狂泵血 但是你那個制氧能力 根本跟不上那個 吹谷下的那個 那個心肺功能 你制氧根本制不及 你這個不協調 你不是做開這件事 有些人呢 用藥和操開那個份量的話 你又不會見到這件事 適應了 適應了 他是突然間 下重了藥 跟著那個身體 協調不到 就才會出這件事 那我今天 不知道這樣說 會不會太複雜 盡量簡單的 就是簡單些說 就是之前有賴自己的白人 所以才變紫 現在整個阿裕人在這裏 那我們 都有中國榮首 那又不變 這樣 還要拿著金牌 是的 即是你會 那個大氧量 或者那個運動量 會少得 多過金牌那個 因為金牌那個 比你的 而且它其實不是紫 那麼簡單 它這個叫做 如果是醫學用的吹谷藥 即是醫學用的類固醇的話 叫做 你用開 接著不用的時候 身體適應不到 其實它是除了紫之外 還有暗啞的 皮膚色會灰了下來 這些都是缺氧表現 就是缺氧的現象 就是那個 又是那個 那個燃料 和你的身體 互相不接合 所造成的 還有 我們現在就來講一下 台省那邊 昨天拿到第一個金牌 然後就很大肆宣揚 其實台省那邊 我們好像沒有太多看過它的身影 為什麼這件事會被人大肆鋪張這樣說呢 就是說 因為台省贏了中國隊 所以就 然後 很威風 對 然後又是說那些事情 又是說 十四億的大陸 都不夠二千多萬的台省 可見 以下下三千字 他們自己作上去的理由 就說 可見 大陸多麼不發達 多麼打壓人才 多麼沒有投放在資源 在教育 他們全部都是 大邊論文 台省現在只是一變金牌 是啊 我們只是三變金牌 我們其實香港 就是了 一百萬人 他們二千多萬人 台省看看 多麼下三千那些 他又不拿香港出來說 如果按照他這個理論 這樣算 那你很不發達 因為七百萬人的香港 又可以拿到 平均二百多萬人 一面金牌 多過你的金牌 還要我們有很多 精英移民過去 沒有理由都會輸給我們 所以現在台省 首先 他知道 法國那邊 知道兩岸有些敵對關係 加重了這個武安 等這些人 台省一贏的時候 不要說台字立分子的標語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條片 之前已經有一些台省的觀眾 在奧運會上展示的台獨旗次 這個台獨旗次被當場的保安人員拔了 即是一發現就拔了 那我們去這條片看看 再看一次 看見到嗎 拔是沒問題的 就算拔爛也對 對 那就是 巴黎奧運那邊的保安人員 已經下了命令 說二五金 有任何這些台獨旗次出現 下了命令 看台灣人對著那些鬼佬 對那些鬼佬沒有聲音出 這件事如果 是發生在我們中國人的地方 拔去旗的是中國人 這樣算 他們肯定已經的新聞出來了 但是到現在 我們是沒有看到 相關任何台省的報道 就說有這些人被拔了台獨旗 對 那這些就是 有內地網民就說 這些就是因為 楊大人 楊人的楊 楊大人拔他們的旗 所以他們就沒有聲音出 但如果那個是自己人 都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拔他們的旗 哇 打架也知道 這樣就出了大新聞也知道 楊大做 因為同一樣 即是我當的 這件事如果發生在香港 有些台磁立分子舉旗 你試試拔他們的旗 那個官就會判你刑委 因為為什麼 在香港這條片 不要再播 我怕黃標 因為香港這裏 如果有些車輪練功團 要天滅我們的 執政黨 你拔他們的旗 拔爛了 如果那個官都會說你刑委 然後判你判一個月 剛剛有的 剛剛有的新聞 就是在23條底下 都可以判這個人是刑委的 是的 拔這個法輪大法那些團 在這裏說了全名 隨便 那些旗 所以 這些根本都離譜 那還有呢 在這場比賽裡面 也都有一些人 那些人呢 就去到 叫那些口號 還有呢 有一張圖 不知道出不出得的 有個 有個觀眾 弄了一塊牌 只是寫著 對這個 台灣加油 這樣 這個沒有什麼 其實當然有 這個你不能進去 他想表達什麼 就 那些帶香港加油一樣 對 很老實說 他把這個東西游到綠色 然後就只有台灣 綠檔 其實 對 你放近一點 拔旗那個人 在他旁邊 在他旁邊 預備做事 你看到嗎 這個人很大隻 所以 有時候 他都懂得分 你信不信 現在拿著台灣加油的人 晚上去拔 拔回人家旗 是什麼旗 什麼旗 不知道 保安員 就 隨時準備做事 但是據問 好像保安員 還沒出手之前 就是拿著五星紅旗的 我們的正義的觀眾 即是當地的觀眾 即是我們說的同胞 我們大陸的同胞 已經做了事 好像說 就把他這個 這樣的 什麼什麼台灣加油 這個擺明 都想表達什麼的 就搶走他 這樣的 法國這個地方 都我覺得進步了 以前 他是很多 那些自立分子 新疆西藏 台省 那些 甚至 這個車狼練功團 那些 都被他當家當漢 擺放了之後 自由表達 而今 他應該都達成了 一些協議 跟中國 所以就知道 要做些事情 馬克龍來廣州 吃了很多好東西 是 還有這場羽毛球比賽 都是 在我們自己 中國國內的 對決 來的 是不是 他們那些 很搞笑 是不是 那就代表 台省 比大陸 更厲害 這樣的意思 老實說 整個國家 這樣算 我當時 潘展諾 他是原籍於什麼 省份 如果這樣算 譬如當 當 當他是 河南省的 如果這樣算 整個河南省 比整個中國更厲害 因為那個破紀錄的 就是從河南省出來的 等於其實一樣 再細分一點 可能河南省給了一條村 對 草頭香 上洋村 對 村口 五月無求 就是我打上去 對 這樣算 沒得說 對 你如果再細分 那條村 就比全世界更厲害 嗯 對 所以有時候那些偽命題 就是 他們就 做得很厲害 對 如果這樣 台省 那邊的網民 全力在守護著 另一個 可能幫他們拿到 金牌的人 這個人 就被全世界譴責了 就是 一個男性 去打女性拳 那個林毓婷 因為今屆的女子拳擊 我們剛剛也說過 就有三個男兒生去參加 其中一個就是台省的人 那他這個台省的人呢 在去年 杭州亞運 是拿了金牌的 而一個 當然啦 不是打男拳 是打女拳 那 所以呢 無論世界怎樣譴責都好 如果在 外國的網站都好 有一幫 台灣網軍 就說人家不公平 就在那裡全力在那裡護駕 幫他那個林毓婷在那裡護駕 我看他什麼時候 這個太大爭議性 都不知道會不會撕光他們全部 或者整個項目取消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下屆人 人家泰國有很多 很多那些 猛將 其實猛將 猛將 對 那我們再說另一個運動項目 就是 剛才我們想說的網球 網球這次很厲害 我自己認知不多 對網球 我小時候就記得一個人 張德培 對 就是張德培 還有那個廣告 對 那個廣告 就只記得那麼多東西 投棄 是嗎 no way 那個廣告 就是 亞洲人打網球 其實很老實說 就是 很表面已經知道了 第一件事就是 在那個力度方面 已經是 勢 勢 勢已經是比起西方人來說 已經是弱了 其實很多運動項目 都是有這樣的現象 因為畢竟運動項目 都是講求力量和速度 很多都講求力量和速度 對 所以我們亞洲人 或者我們 再說 小一點 就是我們說亞洲 不單止中國人 亞洲人 黃皮膚 黑頭髮的 這隻 我們亞洲的腫 比起西方白人 或者是 非裔的黑人 在力量和速度 本身都是輸蝕的 我們唯一贏到的 是技巧 只有技巧可以 來補足我們的 天生的劣勢 所以每次 其實我看到 有一些這樣的賽事 能夠以我們亞洲人的身份 做出佳職 我自己是會特別有感覺的 因為 畢竟你天生不夠人厲害 不夠人來 但是從後天的培訓 以及醫治 來到去 拿回金牌 其實我特別欣賞 這些運動項目的成員 還要不用藥 當然一定是沒有用藥 好像我們 現在所說到的 網球的女子代表 她的名字就叫做 鄭欽文 是否沒錯 是沒錯 我經常很怕讀錯 這是音點的音 鄭欽文 鄭欽文 其實她也是受過 一些歧視 例如是怎樣 例如就是 是的 當時 她當然還沒有說 拿冠軍 在比較初期的 初賽階段 又是美國 又不知為什麼 又是美國 通常打完網球 是來欺騙手 是嗎 這個她的對手 輸了 她的名字是美國的對手 就叫做 納瓦羅 這樣 就打算 跟她騙手 誰不知 手也跟你騙 但是 說的那些 就很難聽 這叫做 trash talking 是的 很難聽 就是說 我是不會尊重你的 是的 她是這麼說的 我是不會尊重你這個對手 因為 為什麼 她就說 因為 我覺得你 不知道 不是這麼值得尊重 是我輸了 是我不幸運 類似這些 她不服輸 她覺得 我不應該輸給這個亞洲的對手 我是不幸運 這樣說 這個納瓦羅 不是納瓦二 納瓦羅 納瓦羅 你知道我去哪個嗎 這個納瓦羅 這位女性 她本身是一個 富二代 她的父親是一個富豪 所以她是用重金來打造的一個 網球手 可惜 贏不了 贏不了三甲 但是就有了網球手 是的 說得好 很糟糕 還有我建議她 就不要打網球 下屆應該游泳 因為你人生第一場仗 你已經贏了 游泳 就在二億個兄弟姊妹對手 脫穎而出 去到你媽媽的肚子裡 你由二億人的比賽都贏到了 但游拖息就很嚴重 會不會是有接力好一點 那她也贏了 不用再參加比賽 所以她全靠她投胎成功 做到富二代 既然如此 應該忠於自己的本質 去參加游泳比賽 這些只是開玩笑而已 不過呢 我們說了一件 這期奧運 我們有很多資料在手 第一 如果你說 不要說張德培的年代 太久了 就說回第一個拿到大滿冠的女子網球選手 就叫李娜 也有一段時間了 這次來講 鄭欽文也說到 在她心目中的網球女王都是李娜 因為她拿的是大滿冠 這樣說 就很謙虛 就說 我們奧運拿金牌 都是那個含金量未必夠大滿冠 這樣說 但是她也同一時間說 其實就是 大家各自演繹 在奧運拿到金牌 也是一個 得來不易的樹榮 這樣說 也很謙虛 就說 其實奧運金牌不算是最厲害的 我不是第一人 這樣說 不過呢 話雖她就這麼謙虛 但是在我們心目中 都是非常之厲害的 因為畢竟以一個 這個項目真的從來都是 都是一個創舉 都是鬼佬的 逐點這樣說 都是鬼佬的活動 玩的 稱霸的活動 你突然之間有一個 中國人的面孔 中國人去到 拿到這個賽事的冠軍 那就難怪 還有一件事 就是她搞哭了她的對手 為什麼哭呢 個個都覺得 她不應該那些鬼 都是覺得 我不應該輸給一個中國人 嗯 另一場了 另一場 這個已經是 哭的選手又來自哪裡 來自波蘭的 北約國家 波蘭都出名了 對嗎 就是 烏克蘭旁邊 提供武器 最多給烏克蘭的 就是從波蘭那邊入 這個選手 這個波蘭選手 在前一場 就被鄭英文搞到哭 可能她 哭了六個小時 對哭了六個小時 其實 都是一樣的心態 接受不了現實 她就覺得 我為什麼會輸給一個中國人 哭六個小時 我們 肉而心理 就是平均的小孩 如果扭計哭 哭不會超過十分鐘 即是那些心軟家長 你忍過十分鐘 她就收聲 如果是扭計的話 那她哭六個小時 她都很長氣 她是不服的 真的不服 為什麼會輸給一個中國選手 你想想 如果她今天輸給一個 可能是 之前輸給她的美國選手 即是不同的 握手副二代 她可能不會哭的 她覺得 很正常 我不夠她打 是的 但就是因為 之前那個副二代選手 又不扭計 她自己 我覺得 我不應該輸給你的 就算手也照握都好 這個又搞到哭的 即是證明在他們的界別裡面 中國人的地位 是從來都是 覺得他們是可以忽視的 是的 讓你看 所以 還有我知道 用了藥的人 她的情緒高低起伏 是特別容易 揭絲底淚和失控的 或者這樣說 或者容易會重到抑鬱的 會 假設 這個例子 可能不是很適合 什麼 就是 假設 在乒乓球項目裡面 現在美國隊贏了中國 這樣 我想她的心情是差不多的 嗯 我覺得而已 那他們會很開心 到時他們就會 不說自己是 人類做不到的效果 對於選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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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奧運先說到這裡 我們今天先說一下我們的主題項目 我們先說一下我們的主題項目 现在来说,跌得没那么厉害 大家这几天收到消息了 第一,拉斯达克指数狂跌 然后日日日升 但是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确是大跌 我们循例说说什么 首先这几天大家有留意金融市场 就会发现当中有某些国家的指数 即是股票指数跌得很厉害 就好像法国参加一个三行铁人赛 尤其日经指数,即是日本的股票指数 日经2.25 就简直可以形容在奥运会 跳水项目里面的舞水花 直插舞水花 因为在今天来说 日经指数就跌了13% 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跌了4千多点 如果你综合这几天 这四天 那我们是这张日经 你转到日经 转到日经 一日 或者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再缩续 五日 五日很难说 一个星期更好 你就会看到一样东西 其实看到什么呢 就是在短短这四个星期里面 就将它一年的升幅下跌了 是的 先记住这个形态 好了 这个是日本 那我们再看看另一个 韩国 韩国 是的 都是教了weekly 一个星期的 是的 这个主要就是告诉大家 美国是将会如何修割这个世界 是的 那 我们都可以看到差不多的东西 但是没有日经那么厉害 都是在四个星期里面 就将它差不多 在年头一月 是的 你可以艳力帮它 那只手指着 去年年年尾 去年年尾 我们指着 今年2024年 一月的位置 这个位置已经将今年的升幅 没掉了 其实有些 发了一场梦 是的 那我们再将镜头一转 就转到这个 台省的指数 台湾的指数 台湾加权指数 是比较好一点的 但是呢 也都看到 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跌幅 那如果单以今天算 就4%左右 这三个星期都跌到很厉害 但是就没有日本和韩国那么严重 那我们再看看 就是呢 想说些什么 大家看完就知道了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香港 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 是的 那这个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跌势 但是呢 相比日经 或者是韩国的那种急跌呢 是小毛见大毛的 只要跟着外围跌 我们这些叫跟跌 那如果你比起今年的低位来说呢 那就当然 就远远都未去到 那好了 那边商呢 我们就可以看看美国了 其实现在的美国 看着楼下那个 那现在升了一点 你会看到呢 有一个暴跌的形态 但是就没有日经 韩国那些跌得那么厉害 但是呢 那个跌幅都挺吓人的 跌幅 那由高位就回了 已经是 差不多接近10%了 那好了再看看这个 纳斯特克指数 就是美国的科技版 亦都是最出名的NVIDIA里面的 新一代新星王仁勋 之前我们说的 他意气非常丰富 之前 我们看到纳斯的跌幅 其实比杜子更厉害很多 那当然了 现在盘中里面 就叫做 升势 就是有点升势 我们刚才跌了800几点的 道指 一开始1000 对 一开始1000 现在就跌400几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原因 我们同一时间可以看看 一样东西 看看人民币 美元兑人民币 美元兑人民币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好 这个是调回来看 就是指数越下 人民币就越强 因为是用美元兑人民币 美元跌了 是的 就是一个的美元 现在可以换到的人民币 的数量越少 就是代表人民币越强 是的 很多人就是这样说的 现在人民币已经破了7.2 就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它越下 就是代表人民币越强 那我们以p幅图是daily 还是weekly 看到吗 那我们转做daily 尤其这几天 会看到人民币的升幅很厉害 就会由美元兑人民币 由7.27最高位 已经现在去到7.13 就是所谓过了7.2 那个位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还有就是外围的一些股市 以日本韩国台湾和美国为主的急剧下挫 就形成对比人民币的汇率 是上升得和他们的速度差不多快的 那就是代表了些什么呢 反向 其实同一个情况 日日日日也是一样 日日日日日日日月日日日日日日日台 都是急升的 不是人民币升,日圆也升 不是只有你一枝独秀那么强 其实要解构在金融背后的一些操作 我们必须要真是详细一点说 因为这些东西大家都不会大次次 在一些报纸或者一些评论 或者是一些坊间很容易看到的东西 这些东西不是暗面 究竟在发生什么事呢? 造成现在这么多的外围股市的跌势 中港股市没什么跌,可以看中国的 当然也会有跌,但是跌幅是小很多 那些叫纯粹跟跌 什么都会跟跌,但是理论的幅度来说 好像上证纵约指数跌1.54% 和香港都是跌1.多% 这个幅度完完全全比不上 刚才我们所说的日本十几个% 十三个% 是的 或者是韩国的这些跌成8.7% 美国这些累计的跌幅都接近10% 这些跌幅都接近10% 当然现在是缩窄了 其实幅度远远低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造成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 真的很直白一点说 就是美国佬割的韭菜已经开始了 就是割了 之前是部署而已 大家最有印象的就是 在年多前 由2022年10月 大家全球的股市都跌了一转 我想大家都记得有印象 到之后呢 全球的股市都回复了一个比较好的水平 但是呢 香港和中国的股市 去到大概是上年的3月左右 即2023年的3月左右 没有再升了 反而是跌的 然后呢 继续升的股市呢 就有韩国 日本 台湾 美国 总之不是中港 印度 印度 是啊 总之不是中港股市的 额外的股市呢 都是一片歌舞升平 即是俗称 慢慢开批的 可以这样说 那时候还有很多人说 因为中港股市不升 那他们就觉得 我们经济不好啊 这样 接着就个人在哀声叹气 是的 或者是有一些言论 就是所谓 例如最出名香港的就是金融为止论 就是香港已经成为了国际金融为止了 因为没有更新的嘛 其他的外围股市都升到板板升 唯独是中国和香港的股市没有升啊 也有很多言论就是说 中国的经济增长 快速的经济增长 其实已经过去了 也都说到呢 中国的经济已经很不够 就是很多这些言论 其实造成到这样的言论 很多人都是一样东西 就是觉得股市就是反映了经济 反映了实体经济 是的 就是很多人这么说的 只是很表面单方面的去看 这一回事 刮了两样东西 正常的大众是这么简单的 正所谓这些叫跟红顶白 尤其你可能有买这些美股 市场的股票更加会感受深的 或者你当你买了中广股市 他不升的 那你当然都是见到别人升自己不升 永远的最惨就是这样东西 是的 就是有时赚不到钱都没什么所谓 叫做所谓那些什么执书行头 惨个败家 见别人升那些自己又不升 就深谱 那好了 估论什么都好 其实呢 格仔在几个月前都曾经说过 面对着看这些情况 其实中国和美国在19年 或者再之后 其实呢 中国和美国呢 都有一个在金融界的博弈 金融界的暗战 我们表面看到的中国和美国现在都脱钩 脱得很紧要 但是呢 很有可能从一些表面上 我们看到 例如在军事上 大家是不适合的 是一些呢 在南海的一些 例如我们驱逐美国飞机那些 那我们眼睛是看到的 这些东西 或者是指示菲律宾玩东西的 美国 那我们很容易看到的 但是在金融的市场上面 那些东西呢 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 尤其当你有涉及到一些买卖 你会有一些 和你个人资产有关的东西 你的心情是会受到 这些东西 尤其是价格的影响 会有影响的 这个是你切身的 是 所以更加是看不清真相的 那好了 当时几个月前 我们就说了 喂 你香港中国股票 之所以没有升 很多的东西都是被国家压住的 原因就是因为呢 美国想进行一个全球大收割的行动 这个大收割的行动 就是割韭菜的行动 单行去美国自己一个是不够的 原因就是因为呢 美国现在的美债 刚刚已经过了35万亿美元 也就是呢 他这些欠下人的钱呢 足足不吃不喝不洗 整个美国是要用年半的时间 才还得清的 这35万亿美元 如果对比到美国的GDP 那样计算 才能还得清的 就是简单的说 都不用还了 这些钱 如果只算利息那样计 现在的利息 即是息率那么高 只算利息那样计 因为这35万亿美元 只是还息 排一年了 你都还不下那些息 更加不要说还那些本金 那这些东西大家都很清楚的 是的 就是等于你录爆卡 那样你还息 你都还不了 是不是 那就要申请什么 申请老婆 但是美国不可以老婆 一旦美国老婆 所有的信誉都还完 美债更加不可以成为了有借 即是有得借就没得还的东西 因为他很依赖美债 举债来维持国家的运作 对不对 所以来说 美国他又要去顶住这筆债 又要想一条选择 尽量就不要等自己上这么多新 尤其不能触及到美债爆煲 这个是賴以为生的 那所以就会向其他国家出手 那这些国家最好是什么国家 就是对它违命是从的国家 这样的时间 第一个想起日本 对日本一定 saber 那我们刚才说了 喂不是啊 日日日也昇的很大 在这个全球大崩盆里面 他也昇的很大 不是你人民币才会上这么大 那又为什么呢 对了 但是日本 morning的股票指数也跌了很多 새 所以呢 是有分别的 那从来来讲 现在的美元很强的 日日日也是低的时候 妈都 smelling八 尤其之前 其实都是一些外汇的操控手段 例如就是说到 喂美国佬你指示你日本 你现在我不管你死人倒楼 不管你什么国民的生活 日本政府完全是出卖了国民 就硬地把日圆按低 按到低一低 之前很低 4.5对港元 你们知道因为日圆来说 就没有什么息 日本走了这个零息政策 就很久了 所以很多人 尤其在国际上的炒家 都会做一件事 就是叫做借日元 去炒其他东西 因为不用给息 或者叫做套顿 套顿或者套息交易 简单说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借日元 没有什么息 然后当放在美国收息 这个就造成一个利差交易 就是有好处的 是的 因为美国高息 是的 很简单 举个这样一例 但是正常 依据教科书来说 这些利差交易的出现 就会导致最终 它的货币 它的汇率会平衡 高息的货币 就是会逗远的 理应来说 那些日元是会升的 如果出现到那么大差距的差距 它那些日元会升的 但是 因为多人借日元 是的 因为你有很明显的套利交易 但是 美国佬指示了你 你日本是不能升的 尽管 哪怕你的国民 就算 好像大哥 他们很多东西都入口 是不是 我管你买不买得起 是不是 你今天赚的一元 已经是不见了一半 这件事我不理你 总之你日本是为了我美国的利益而存在的 你们日本政府 你们的国民 我不理你那么多 所以你见即使有这么大的利息差距 之前日元也不升的 还要跌 还要多跌一阵 在南升之前 整个厉害的棍 一上 好像你们个个都不信 因为之前日本就加息 人们以为也是时候 日元也要升 就再跌多一大棍 通常都是这样操作的 好了 现在有些东西现形了 开始割韭菜了 借到周围都是油脂 这么多的钱 周围炒 炒高了其他那些 你们那些日本 韩国 台省 印度 那些股市 如果你想想一样东西 我们中国和香港走去跟去升的话 我们被人割韭菜 那些韭菜 是要生起了才能割的 就不是说 哦 现在你港股 或者是大陆股市 这么低 已经被人割了 那些韭菜 你还没生 怎么割 那些韭菜 就像现在那样 你的高位 你卢套了 所以人民币的升 和日日的升是不同 日日的升 是回报应有的水平 而人民币的升 我们觉得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不相信 或者得到这个结论 就是美国切其他的地方 其它国家的韭菜 因为好像我们以前说的 正常一个股市的升幅是要基于它国家的经济 它的经济可以上升 预期好 对它自己各国家的行业都是一个好的看法 有一个正面的看法 股市就上升了 正常是这样 但是你想想好像日本或者韩国 或者我们看回全球 在疫情之后的升幅有数字看的 我们中国国家最新公布的那个数字 大概我们就维持在5%的升幅 我们的目标都大概可以实现到这个目标 5%虽然比起之前我们所认知到中国的速度 一来就10%,9%当然低了很多 但是如果放在疫情之后的全球的经济来说 5%其实都很恐怖的 的升幅 你看看其他那些不负增长的偷小 都是只有1%左右 那么你想想像日本或者美国那些 你的经济增长 当然了 要先假设它们不要做假数 这个又是一个提外话 全部呢 真真正正正的增长呢 都是1-2% 2%都没什么了 1%左右 还要不要做假数 接着呢 那些股市就可以狠狠地上升 但是反而5%的国家 就是我们中国呢 就不想的 那其实已经很奇怪了 对吧 其实幕后就是 因为中国不想参与到 今次美国在全球割韭菜 来帮他填铺的这个行动 如果我们都不去到 就是叫做压着资产的升值 其实效果呢 是跟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日本 韩国 或者不要说今天 未来你见得更加厉害的下场是一样的 就是给他们填铺 当然美国自己 他的股票市场 都会来到去找一帮人来填铺 一定都会跌得很厉害 但是先找了你们的制期 先找了你们日本韩国 台省啊 或者全球去控制到的这些 大幅增长的资产的股市 先割你们先的 当然可能同步都会做 但是最终这些钱 都是会 拿到去给美国填铺用的 那如果 我们 假设我们四个 当然就不可以这样说 我们是一个 我们是中国的常委 就是幕后那些 那些 那些想法的领导者 先看着 是的 那大家又想一下 我会不会走去 走这趟渾水呢 一参与这趟渾水呢 当然不会了 明知道是一个坑 明知道美国是在搞这些手段的时间 但是 我当然按住 不动了 那但是当然 很多人都会 因此而受到损害 那但是如果你对比 整个大局来说 今天不升而已 那他早上等他们 跌到 塌塌塌塌 那我才来上 那不是 尤其呢 那些东西都会来的嘛 那些钱都会来的嘛 就是他们没东西投资 那他们的钱没东西投资 那便来我们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而已 所以就 不是这么复杂的那些东西 当然你要先看到 你要先看到 那再说下去 喂 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都不是说 想追求什么 几倍 又翻几倍的 是不是呢 那有什么选择 是不是 如果我们想追求一个 稳定的 这个投资 不是说想炒到几倍 不是那么贪婪了 想追求一个稳定收息 那应该如何呢 那就当然 就是 以我的角度来说 那你追求七百厘的回报 都合理的 那你说大哥 over这个数的 十几啊 二十几那些 就真的不要想了 因为通常有这些东西 都是 局 来的 到头来 你不要说增值 十几二十百分比 那些 有十几二十厘 那么吸引 到头来 通常都是 本都没有买的 居多 不敢说一定 但是居多 我眼见那些都是 是的 所以我经常都记住一个说话 就是利大本无归 就是这样的 是的 那当然了 有时候呢 你的风险和你的回报 都不是成正比的 有时候有些机会 你看得准的话呢 都可以在所谓 见到一个所谓高风险 但是都可以拿到一个 合理的回报 稳定的回报 但是不是个个都做得到的 老实说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想稳定一点的话呢 你要投资一些 和我们国家 和中国有关系 尤其是和国策 真正的国策 不是说什么恒大炒楼那些 不是那些 是的 并不是是那些 例如是什么 例如当 说到我们真真正的背后的大国策 例如是一些 粮食 储备 粮食储备 能源 我们现在来到能源独立化 是的 粮食又要自吸自足 要做到100%的 甚至要准备 要解决这个世界其他国家 一带一路的贫穷国家 他们的粮食问题 是的 那例如还有黄金的储备 那这些呢 就是真正我们的国家的大战略 这些 因为我们是一条大船 我们中国是吧 就像整艘航母那样 我们的方向是走去这些 不会突然之间 明天就不做这些 或者是 甚至说过十年就不做 二十年就不做 是一直都会做 一直都会来到去 投向这个方向 所以如果你不是说追求那些 我要升一两倍的 追求些什么的 要发达的 就是不是那些 纯粹是把我的资金增压值 不想让通胀 抹去我那些本 这样的话 你就向这些方向走 就会稳定一点 不过我们都说多了 如果你继续来看看 对了 刚才说那些汇率 我们刚才说 你知不知道 美国真的 头号拿了日本来祭旗 因为现在美元这么强 其实美元要强 是要折低相对 其他的货币弱 那他就会变强 但是你看看欧洲 欧洲来说 那条线 我们看看图就知道了 欧元对美元 他一直都不是弱的 就是不会像日圆那样 突然之间很弱 那现在才来现场 你看看欧洲 其实简单来说 他不是很受到 就是当然你要对他背后 有一定的了解 那还有呢 不是说只是看一个指数 那么简单 你要是对比很多东西 你才看到的 那我们看看 最后看完美元指数 那美元指数 现在都在跌了 那些强美元呢 现在开始都 收僵了 收僵了 是的 那我们也看到了 有时候有些东西 他做戏做年纪 但是做不到一世 他最终都会现形的 有些东西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好了 我们继续看着这个派对怎么玩下去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就来到这里先了 明天同一时间 十点钟再见 不过呢 现在就去一去 我们只剩五个位的 内蒙古之旅 最后召集 有报趁手 有兴趣的朋友 快点WhatsApp过去 加852 68287447 来报名了 那我们去片 在节目结束之前 就由我格仔来亲自介绍一下 今次我们在九月份 将会搞到 为期十二天的 内蒙古 以及陕西的行程是如何 和以往一样 这个行程也由我格仔 来亲自设计 外面坊间的一本旅行社 是找不到以上的行程的 事不宜迟 第一天 我们就会从香港指定地点出发 然后就会包车到深圳机场 乘坐客机 就会去到 内蒙古首府 呼和浩特 在经过一晚的整顿 以及休息之后 我们就会由 呼和浩特那边出发 去到内蒙古非常出名的 辉藤石立大草原 辉藤石立大草原的景色 在内蒙古是数一数二的 而且我们去到当地 也会来到立即感受一下 内蒙古大草原上 非常有特色的活动 例如就是欣赏当地 著名的蒙古摔交比赛 赛马活动 也会尝试一下 喝一下当地的蒙古马奶酒 以及欣赏一些 蒙古草原歌曲表演等等 面对着一望无际景色 再加上可以自行决定一下 究竟需不需要感受一下 骑马来辞逞大草原的感觉 而且我们也会探访当地的牧民 和入到他们当地的祭奥包 如果玩得过瘾 还可以穿着 当地蒙古族的草原民族服装 来为自己拍一出 很有特色的民族服装写真 作为纪念都可以 而晚上我们也会入住 当地的豪华蒙古包 再在晚上玩难忘的沟火晚会 来感受一下 在晚上夜幕低垂 内蒙古美丽的星空 相信都会令人感到一身难忘 然后第三天 我们也可以在草原上面 欣赏一下草原的日出美景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 今次我们这个行程 其中一个重点活动 关于美国有没有登陆月球 相信大家心目中有一个答案 虽然我们永远都不知道 美国人有没有曾经登陆过月球 但如果想感受登陆月球的感觉 其实也不难 在我们第三天的行程中 我们就会去到 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 这个在内蒙古境内 是目前唯一一个已知 在一万年前曾经噴发过的火山 所形成到的地形相当之特别 当中在八至九个火山群里面 其中六号火山也非常相似 我们印象所熟知的月球表面 甚至某些位置也好似火星的表面 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来到新村 当地都会提供给我们的太空衣 来体验一下登陆月球 甚至是火星的感觉 当然我们一定要将这一幕 拍下作为留念 到时我们就会在一行多人的情况下 来一起登陆月球甚至火星 握上我们的国旗 来到在镜头下做一次 有多人同一时间登陆月球 或者是火星的壮举 相信这一辑相也会令大家不生难忘 然后来到行程的第四天 我们就会在呼和浩特那边来活动 而说到呼和浩特 当中有一个点可以极力推介 这个就是一说起内蒙古 同一时间也会令到很多人联想起 内蒙古发达的畜牧业 而说到畜牧业 内蒙古最有代表性的 当然是要数到蒙牛羽业 我特意来找到这个冷门的旅游景点 来一起参观一下 究竟身为我国第一大的鱼业製造商 蒙牛羽业的生产基地 究竟是怎样的 当中的运作又是怎样的呢 蒙牛羽业的厂房 已经十分之特别 看看厂房外面一个个 好像与牛羽一样的 这些大型储存官 相信只拍照都已经非常出镜 是没有不来参观的理由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 内蒙古的省级博物馆 也就是当地的内蒙古博物馆 内蒙古博物馆去馆内的珍藏 都是有名的 尤其是内蒙在古代来说 是在塞外的地方 所以好像是匈奴王的金冠 这些这么珍贵的文物 只有在内蒙古博物馆 那里才能够找到 而且内蒙古在远古时期 也是恐龙以及猛马像 曾经活动过的地方 当中恐龙的标本 以及远古时期生物的标本 也是多不升数 窗一面有大量珍贵的文物 是在我们一般内地的博物馆 是找不到的 当然我们也要去看看 呼和豪特最早建成的 皇教寺院大超寺 由于蒙古和内蒙古一样 传统来说他们都是相信藏传佛教 究竟一个位于蒙古的藏传佛教寺 会有什么特色呢 相信大超寺 绝对会给到一个答案 然后晚上我们也会去到赛尚老街 就会结束到第四天的行程 进入第五天 在经过一晚的休息之后 我们就要进入到内蒙古的山莫地带 而在进入山莫之前 我们就会先去王超军墓那里看一看 说到王超军 我相信很多的观众 都会有听过超军出塞的故事 而王超军也是被称作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说到关于超军出塞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当年他软架兇奴的故事 而且当年王超军还要先后服侍 兇奴父子二人 超军出塞整整18年都没有回家乡 最后他就是葬身于我们现在 所去到的这个王超军墓 相信大家去到当地 也会更加了解这一段故事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 有中国三大响沙之一的国家级5A景区 位于内蒙古库布奇山漠里面的 银行响山漠 来感受一下大莫的风光 说到山漠 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起一片荒凉 以及无限的消杀 不过来到响沙湾的话 我想这个固有的印象可能就要被颠覆了 事关我们今次会在这个山漠里面 来入住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山漠中度假酒店 当中在这个酒店附近也有大量的游乐设施 来供大家享用 例如我们就会去到参观一个 噩尔多斯的婚礼里面 也可以去到山漠中的索道 也可以到山漠的寿宿里面 骑下骑驼玩下观光火车 如果爱好刺激的朋友 还可以来玩山漠中的《越野车》 而今次我们所入住的山漠中度假酒店 亦都是全国数一数二 价钱有差不多的酒店 所以在沙湾这里 亦都被内地的朋友 称呼为国内版的杜拜亚联邮 来这样形容它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第六天的行程 在鄂尔多斯这里 我们就会去到著名的承吉斯汗陵 来感受一下蒙古帝国的第一大汉 承吉斯汗的衣冠重究竟是怎样的 而且不说不知道 鄂尔多斯这个城市在最近这几年 才被超越成为内地平均第一大收入的城市 可能大家都没听过鄂尔多斯这个城市 何来它的人均收入竟然能够 红巨多年全国第一呢 这个答案就要等大家来到这里 去到慢慢发掘了 在承吉斯汗陵那边 我们也会看到当地的圣灯触众 然后就会离开鄂尔多斯 去到我们下一站的城市 御林市 来到御林市 我们首先就会去到赛上的古城 这里从前来说 就是我们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观察所 因此在明朝的时间 御林古城也都被称之为小北京 如今城内外仍然是保存着很多的明星古迹 绝对值得我们去到一看 之后我们就会进入到第七天的行程 在第七天的行程 我们就会重点去到我们中国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里面的红色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那里我们会游览到祖元革命为止 也就是当年的中央书记处 也都会游览到延安的中共中央驻地的旧子 杨家令革命旧子 在这里是毛泽东等等的重要中央领导同志 当时在延安居住时间最长的驻地 就在最近我们新一届的中央领导班子 也都集体来到延安 因为延安这里是汇聚着七大汇子 杨家令、祖元、凤凰山等等重要的革命旧子 所以这个景点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之后我们也会去到延安革命纪念馆 来详细了解一下究竟我们的党 在从前经历了什么风风雨雨 才逐步逐步建立出我们的新中国 之后行程就会来到第八天 在第八天里面我们就会去到 有著著名独特风景景色的雨盆大峡谷 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梦幻的 在雨盆大峡谷置身于神秘的怪石里面 大家会看到的是拥有多层色彩的神秘幽谷 在这里拍照 包补大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去盒壁上面所呈缘着的橙色、红色 加上阳光的变化 石头纹理的精致 再加上蓝天 以及岩壁上面绿色的线台 仿翅就像一个颜色盘 由天上打烂了 将色彩散落大地一样 我们会选择在正午时候拍摄雨盆大峡谷 最佳时机的时间 去到当地参观以及拍照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陕西另一个著名的景点 来到陕西当然不可以不提的就是黄河 如果说到黄河的话 都会想起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浮回 这句诗句 而如果说到黄河 第一个为我们带来震撼的地点 相信就要数到著名的黄河湖口大瀑布 湖口瀑布由上游 在奈蒙古奔腾而出 经过G字形的转弯位 再流经陕西 最窄之处就是湖口瀑布的所在之处 所以湖口瀑布的气势是相当澎湃 水流一路咆哮直达宜村沿 当然说起湖口大瀑布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90年代著名影声台省的阿寿良小黑哥 当年表演的飞越大黄河 其实也是从湖口瀑布那边 直接飞车飞过湖口瀑布 而去到跨越整条黄河 来到这里大家也可以亲眼看一看 看看当年在电视机上看到的余金 我们就可以亲眼目睹了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第九天的行程 就会正式抵达全个陕西 最出名的也是我们中国历代以来 十三朝的古都西安 来到西安当日 我们就会去到著名的西安城当年的城墙 去到参观一圈 当然我们是不会透过行路的方式 去到围绕一转西安的古城墙 因为当中的路程实在太长了 而反而我们就会来到 去到特意安排在西安城的护城河里面 来到承搭最新的智能游船 摊着茶 吃着小吃 来到在西安的护城长河 去到在河边欣赏西安城的美景 为大家热一热身 准备来到一起探索一下 这个十三朝古都 去到打响一个头炮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 著名的西安地标中楼 以及西安的古楼广场 去到参观这两个西安这么著名的标志性建筑 而且我们也会在古楼广场里面 去到欣赏一个鼓乐的表演 其实在古楼广场里面 是陈列着各种各样不同特色的鼓 有陶鼓 辅助鸟鼓和石鼓等等 他们每一个鼓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在这么多个鼓不同的声音背景底下 一起的敲击 就可以造成一个与众不同的感受 因此来到古楼 不单止是打卡拍照这么简单 之后我们就会进入到第十天的行程 一早起床在西安 我们就先来看看 有世界八大奇迹之一之称的 秦始皇兵马俑那里看看 如今的兵马俑经过了考古人员 长时间的努力和以往所展现的 又是一番新的景象 身为中国人 我们一定要来到兵马俑那里去看一看 感受一下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这个名字 真的不会是浪得虚名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唐代的华清宫 这里当年是唐元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而文明于此 华清池也是中国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 来到西安 我们最主要感受的是当年唐朝的盛世 而且有一个比较出名的说法就是 在西安市日头就是西安 但一到夜晚西安便会变身成长安 意思就是如果要感受当年唐代 盛极一时万邦来朝的景象 从日落之后去欣赏西安便会感受到当年的长安 所以我们在去完华清池之后 就会特意在夜晚的时间 在华清池那里去看一个叫做 《长恨歌》的一个表演项目 《长恨歌》表演项目是一个位于华清宫上的舞台 再结合现代的科技以及灯光效果 再加上300名专业的演员以及舞者 再配上这么漂亮的华清宫 所混搭而成的视角盛宴 正所谓日游温泉胜地清华宫 夜想长恨歌舞台秀 就是我们新派来到西安的一些新玩法 可能从前有朋友都已经去过西安了 但随着我们的科技进步以及时代变迁 其实现在西安都多了很多从前是没有的景点 而且效果是相当震撼的 《长恨歌》就是其中之一 而说到这些新景点 当然就要数我们第十一天的行程 就仿余最精彩的烟花在最后一幕爆发一样 首先我们在第十一天 就会来到著名的陕西历史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听名就好像没什么特别 但身为坐落在十三朝古都的西安里面的博物馆 大家可想而知的就是 当中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去的馆藏 是在全国各地来说是数一数二的 而且本身西安已经是十三朝的古都 所以里面的历史以及文化是相当浓厚 广场里面的藏品也不是其他省市的博物馆所找到的 喜欢去博物馆的朋友都会知道陕西博物馆 去火爆的程度就是 就这样预先一个多月去订阅 都未必订阅到位去入场看的 大家就会知道陕西博物馆的火爆程度 以及当中里面的文物是有多么丰富 然后我们也会来到为大家特意安排的 西安城市专属观光车 去到游片整个西安 这个车看起来没什么特别 但当中是内有乾坤 这个车是由当地西安市政府 特意所助力打坐到的沉浸式文旅观光车 当中我们会见到新村古装的导赏员 化身为唐代很多不同出名的知名人物 例如是李伯 去到为大家沿途介绍一下西安这个城市的风貌 这些也是我格仔所形容的新派西安玩法 之后当夜幕下垂 我们就会去到著名的大唐附庸园 来到去参观的大唐附庸园 是一个全方位展示当年盛唐风貌的大型文化主题围子公园 如果大家听完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话 那就要看看以下的这幅相片 大唐附庸园就是我们年前 由到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 以及夫人彭丽媛女士 去邀请我们的鄰国中亚五个国家 他们的元首来共商我们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新关系 以及是合作的主要现请地 揀选大唐附庸园当中的寓意 不用多说就是来一展我们当年大唐的盛世 以及是在西域以外的当年的这些国家 透过丝绸之路所展示到当年长安城的寓意 相信来到大唐附庸园 不需要我多说大家透过它的建筑 就会完全感受到什么叫做大唐城势 再之后我们也会去到另一个 可以和大唐附庸园比美的另一个景点 大唐北野城 来到这里仿如古代的长安城势 就会在现代重新展延 当然如果给着我去建议大家玩的话 我也建议大家去附近的一些店铺 做一套汉服在一个这么漂亮的背景下 穿起古装拍照留念才是最佳的享受 然后我们的行程就会进入到第十二天的尾声 在西安这里我们还有明代的古城墙 以及当地非常著名的网红景点 回民小食一条街 这个至今已经有上千年历史 西安著名的美食文化街区 来玩到最后一刻 之后我们就会去到西安的咸阳机场 然后乘搭航班去到深圳机场 再坐到我们已经预先准备好的包车 所以我们就会直达香港 回到我们香港的指定地点去解散 顺带一提 今次的行程和以往一样 我们也会坐到俗称为2加1的飞机旅游大巴 以及我格制也会私人送一张 我们这十二天的行程 所用到的数据流动电话卡 是可以暢通无阻地的 上回我们香港任何的网 使用WhatsApp 看YouTube 都毫无限制的这张电话卡 当然是大家玩这十二天的行程中 不可划决的工具 顺带一提 格仔所设计到的这个 内蒙古家陕西之旅 我自己也会随团出发 去到玩一份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过去 加852-6828-7447 来到联络潘小姐 去到报名 以及查询价钱 和索取多些 关于这个行程的详细资料 再说一次 是WhatsApp加852-6828-7447 来到报名 希望到时能够见到大家 和我格仔一起玩尽 这十二天的内蒙古加陕西之旅 希望到时能够见到大家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来到这里 临结束之前提提大家 记得做齐新潮民三宝 还有的就是记得检查一下 在订阅新潮民的频道同时 记得要按旁边的铃铛键 再要按全部 才是为之完成整个订阅新潮民 影片片段的流程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来到这里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帆 香港飞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